因新冠疫情影响 你的生活是否也跟着改变呢 新额上画廊近日展出 在未来结构从前画展 透过代理艺术家之作品 带领观众回头省思艺术文化 现在所谓的后疫情时代 其实我们过去建立的很多生活秩序 其实都在慢慢的分崩离席中 那我觉得我们现在刚好站在一个时间点 是我们去回头去看我们之前的生活方式 那跟之前有什么相同或不同的地方 有点像是去剖析去解构过去的一种 一些生活节奏的一个时机 参展艺术家廖玉安 擅长用动物的形体和外貌 来模拟一个现代人的生活样态 借以黑色幽默方式来反映社会现象 再透过装饰性图案来提升画面华丽感 拼贴出不一样的情绪语言 其实我选择不同的动物 它其实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差异 在选用动物的时候 它会有一点点跟这个动物的 给人家的一些基本的印象 那有时候我会用这个印象是带有一些反讽 带有一些嘲讽 或是带有一些小小的调侃的意思 跟这一只小怪一只逃跑的小怪物 那其实这是一个网络的图 的梗图 那它其实是从这个Google Map 在他们在拍摄街景 那它其实是拍到一只猫 然后这只猫本来是四只脚 但因为它们合图的时候变成这只猫变成两只脚 那我把这样的一个图像截取过来 然后变成一只好像在逃跑的一只两只脚的怪物 每个当下都在下一瞬间成为从前 而艺术家对于这些已逝的事实 都有属于他们的挣扎与想象 透过创作与观折产生共鸣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一同前往参观感受 华钢新闻 王永轩 陈其伟 陈景芝 采访报道